前一部分聊到了B向线那些企业拥有人 他们关注如何拥有一套完善的商业系统 他们关注如何建立更大的网络去服务更多的人 那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那些成功的企业拥有人和投资人 他们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 按巴菲特的说法是叫逆大众思维 独立思考 他说真正的那些成功的人 他一定是跟着溪流的反方向 我们再来听一听马云是怎么说的 95年我偶然有一次机会到了美国 然后我看到了互联网购物 回来以后请了24个朋友到我家里 要做一个互联网 最后大家投票后只有一个人支持 说这个说那个说什么的都有 我经过一个晚上的思考 第二天早晨我决定我还是要做 去实现我自己的梦想 如今很多优秀的年轻人晚上想想千条路 早上起来走原路 你发现马云决定做互联网的时候 他请了24个朋友 23个人都反对他 如果你做一件事情 24个人里面有23个人反对 你还会不会继续做下去 我发现很多人的脑子不是用来思考的 而是跟着别人的嘴跑的 更重要的是很多人的嘴说的话 也不是经过他大脑思考后所说的话 所以说那些真正获得成功的人 他是逆大众的思维 愿意独立思考的人 很多人他想成功 还不想做与众不同的事 也就是大多数人看不明白的事 因为在意别人的想法和看法 所以很多人甚至连尝试的机会都不给自己 就更谈不上成功了 事实上那些整天在意别人怎么想 怎么看自己的人 实际上是想多了 因为越是这样的人 实际上越没有多少人整天去想着他 或者说评价他 关于成功人士是逆大众思维 特立独行的人 我们再来看一下投资家吉姆·罗杰斯 给他女儿的忠告是什么样 罗杰斯是华尔街的风云人物 他被誉为最富远见的国字投资家 跟乔治·索罗斯和巴菲特是齐名的 1970年的时候 他和索罗斯共同创建的量子基金 连续10年的平均收益率都超过50% 罗杰斯是60岁以后才得到了两个宝贝女儿 他给女儿的信中是这样说的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我就喜欢找事做 而且大多数做得相当成功 但现在这个世界上 能带给我最大快乐的是我的家庭 为了你们两个 我要与你们分享下面这些 应该知道的最重要的事情 使你们也能够过上成功的日子 罗杰斯给女儿第一个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建议 是不要让你周围的人影响到你 他说假如周围的人都劝你 不要做某件事情 甚至嘲笑你根本不该想去做 你就应该把这件事当作可以成功的指标 这个道理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了解 与众人反方向而行是需要勇气的 事实上 这个世界从不从有哪个人是靠从众而成功的 罗杰斯又建议女儿要善用自己的智慧 他说在生命中总会有某个时刻需要你下非常重要的决定 关于你的工作 家庭生活 关于住在哪 关于怎么投资 这时候会有很多人愿意提供给你忠告 但是记住这句话 你的生活是你自己的 不是别人的 别人的忠告当然有对的时候 但事后证明这些忠告无用的次数却是更多的 你们必须靠自己研究 尽可能学习面对挑战的本事 自行判断信息的真伪 并为自己做出决定 你们天生就有能力为自己的最大利益下最好的决策 在大多数情况下 经过自己的思索 比违背自己的意愿而听从他人的决定 更能做出正确的决策 并采取正确的行动 我的导师德斯特耶格曾经说过 人和人之间没有太大的能力的区别 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的思维方式的不同 所以我们要记住 今天我们所交流的内容 那些顶尖的人 他们是逆大众思维 愿意独立思考的人 我们书友会希望用15年时间 带动一亿人读书 改变思维 思考致富 和一千个家庭共同实现财务自由 快来加入我们吧